也是一本你不能触过的这个书 就是圣经 它确实使你看见 看见什么形象呢 看见耶稣基督死爱的形象 为什么圣经能够改变人心 和丰富人的生活呢 就让圣经自己来回答 好不好 东帝民在2002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全国130万人口平均年龄就是17岁 在东帝民的基督府 福林安息日会 知道全国40%是文盲 所以办教育就肯定可以为社区作出贡献了 在东帝民我们主要的影响力中心是东帝民福林国际学校 这个国际学校是为学生和国家提供将来可发展的机会 和以圣经为本的教育 这个时候这个教育机构服务数以百计 追求有质素教育的学生和家庭 学校最初在2015年成立的时候 主要就是要吸引那些 因为要面对在政府学校严格规定上课的福林学生 现在全国都知道东帝民福林国际学校 TAIS提供不一样的教育 老师在预备课堂的时候 不单只着重书本的内容 还要确保在教课的时候的每一个活动 都能够将信仰是融入在里面 这个就是大部分家长真正欣赏 并且察觉到学校与别不同的地方 我们存在在东帝民的目的 是希望他们借着教育 能够更认识耶稣和上帝 几年前因为空间有限 学校最多能够取录20位学生 好多谢2015年13安息日学的捐献 他们家建课室到现在 是能够取录160个学生 我选择这间学校 是因为当我第一次走入这个校园的时候 感觉是很清新 尤其是看到周围的环境 校园里的人 又有植物 又有小鳥 又有植物 又有小鳥 我都觉得这所学校的美丽的环境 可以令到小孩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育 我选择这个学校 因为学校是以圣经作基础的 作为家长 我认为由圣经作基础 可以令到孩子成长上次上帝的品格 这间学校帮助福林教会 在东帝文被接受 亦可以打开其他帮助传福音的新方法 借着这所学校或影响力中心 政府认识到福林教会是这个国家的存在 不像以前 现在我们借着这所学校 政府教育部或健康部的官员 都知道我们的存在和我们的价值 这一季 你们有机会再次支持这间学校 他们需要为来自远方的学生建一个宿舍 这个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住宿 和方便上课的地方 让更多在东帝文的十元仔 接受到福林教育 请支持第十三安息日学卷 并为这里的老师和学生讨告 多谢你的支持 阿南决心要学英文 所以当一所福林英语中心 在老沃南部在她的城镇开办的时候 她就马上把握着机会 她很认真定下每天的目标 是为要学会一百个生字 她完全没有英语的背景 但是靠着努力 她很快开始能够明白英文 她忠心的上课 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练习 直到她能够说出流利的英语 学会英语 让她能够入读 亚洲太平洋国际学校 她现在就读该大学的教育和心理学系 她并且希望用她所学到的新技能 回到自己的家乡老窩服务 当地的福林英语中心 不单提供给她学英语的机会 亦提供机会给她认识耶稣 阿南和她妈妈 就是第一批参加 这个中心每周的安息日崇拜 起初只有七个人在一个小家庭里聚会 现在每周聚会人数已经超过一百人 正如其他人 阿南和她妈妈将心献给耶稣 2018年部分的十三安息日学捐 曾经帮助扩充这间英语中心 她实在成为很多学生 包括阿南的祝福 让他们能够找到新的机会 现在你有机会捐献 给这一季的十三安息日学捐 以坐在老窩这个地方 成立另一间特别的学校 福林信徒很难进入老窩部分地区 传福音 在1957年 迪赫牧师和他的妻儿 来到浪南塔向老窩人介绍耶稣 他在那里服侍了四年 因为战乱被逼离开 当时留下了一些信像上 仍然非常年轻的初信社 今天在这个城市里 只剩下一个福林信徒 浪南塔是位于老郭北部 进入中国据策略性的位置 福林教会的存在可以帮助社区 因为城市发展而成长 老郭福林区会计划在这里建立一间商与的小学 借助你捐献13安息日学捐款 他们希望这间学校能够成为 这个社区里面不可以缺少的一部分 请你慷慨的捐助 来到支持这个地区的工作 多谢你奉献13安息日学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